警方从江边捞出了一具尸体 令人毛骨悚然的是 死者的头颅竟被凶手切掉 而且左手也少了一截手指 根据皮肤和肌肉的脱落情况 法医秦明初步判断 死亡时间将近有半个月 可就在这时 宝哥却在死者的腹部 发现有缝过针的痕迹 腹部有缝过针 死者的头部 不会在腹腔里吧 凶手不会这么变态吧 秦明强忍着恶心按压尸体腹部 当然没有了 将尸体抬回法医室解剖后 秦明发现在死者的腹中 竟被人放了大量石灰石 显然凶手的目的是为了沉湿 更加令人发毛的是 死者的内脏全被摘除 所以很难直接判断死因 不过根据肩膀一处严重的错误 秦明推断死者生前跟警察很熟悉 警察抓人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动作 是把人摁在地面上往后背 手上戴着手铐的人因为长期僵持 肩膀会受更严重的伤 这种伤独一无二 就跟死者一样 然而因为割水中泡了太久 死者的指纹被于群啃食殆尽 加上林涛告诉秦明 附近没人报案都没有失踪人口 因此无法确定死者的身份 这正是割头和尘尸的目的 凶手生怕死者身份被人发现 可秦明却告诉林涛 这种石灰石石常用的建筑材料 排查一下湖边的建筑工地 或许能找到一些蛛丝马迹 果不其然经过调查 根据已经失踪了半个月 并且手指缺了一截这两个特征 一名建筑工人告诉林涛 被害者肯定就是郭立强 于是警方立刻展开行动 对郭立强的办公室进行排查 奇怪的是 整个房间内居然没有任何指纹 宝哥断定这里被人精心清洗过 因此很可能就是案发现场 更让秦明在意的是 墙上有张照片被人撕走了一半 于是警方找到郭立强的前妻 没想到当女人得知前夫遇害后 反而心疼起了前婆婆 我可怜的是 是他妈 他母亲怎么了 他母亲的身体不好 一直都在住院 这时有个男孩从车上跑下来 而他正是郭立强的儿子 通过母子俩的谈话 老人得知车主正是郭立强的哥哥 于是三人兵分两路展开调查 秦明和林涛来到慈善晚会 见到了企业家郭立强 他掺着拐杖走上了讲台 当得知郭立强遇害后 郭立强表示自己没有照顾好弟弟 可秦明却突然问他 没伤多少年了 七八年了 吃不了根 听完后秦明又一言不发离开了晚会 而宝哥来到一家医院 见到了郭立强的母亲 从护士口中宝哥得知 老人因为脑血栓折腾了好几年 大儿子郭立强特别孝顺 每天都来床前伺候老人 可郭立强就不一样了 脾气暴躁一来就跟老人吵架 结合郭立强复杂的人际关系 宝哥推断郭立强可能死于仇杀 可秦明却注意到一处工地停工 按理说即使老板郭立强挂了 但只要有合伙人在 一个工程有钱便可以继续 因此工地停工肯定另有原因 果然就在三人刚到工地时 就发现墙上赫然写着八个红字 杀人偿命断子绝孙 而从工友的口中警方得知 就在一个月前 工人赵元意外摔伤住进了医院 可郭立强不肯赔付医药费 于是赵元的妻子就不停地闹事 直到半个月前 赵元的妻子却突然不闹 而这个时间点 正好与郭立强的死亡时间吻合 这未免太过巧合了吧 于是三人组来到赵元家 可这里已经人去楼空 根据桌上的灰尘判断 房主已经离开了一周以上 而地板上的电费催脚单 表明房主是静悄悄地搬走 这才得知因错步最佳治疗时间 赵元已经离开了人世 而他之所以没有继续闹 是因为死者的哥哥给了他一大笔钱 根据女人守护的动作来看 秦明断定他患有严重的风势病 根本无法完成杀人分尸和抛尸的过程 另一边宝哥开始调查断指的是 他找到郭立强的马仔阿莱 此人的手指同样少了一截 从阿莱的口中宝哥得知 为了戒掉毒瘾 两人才剁掉了自己的手指 回到警局后 宝哥向秦明汇报了调查情况 报告上赫然出现了麻醉成分 他急忙拉上宝哥来到解剖室 让秦明茅测顿开的是 明明沉湿的方式有很多种 只要将尸体绑上一块重物即可 那凶手为何大费周章打开腹枪 取走内脏又装入了石灰石呢 除非凶手这么做事别有目的 而事件查出尸体残留麻醉成分 证明死者生前被人麻醉过 刚好吻合器官移植这个猜想 可秦明又觉得哪里不对 尸体经过长时间的浸泡 药物会被水分稀释 可体内居然保留着正常含量 这就说明死者被注射了过量麻醉剂 可这样做会增加器官移植的难度 除非凶手是为了减轻郭立强的痛苦 这就表明凶手和死者关系很心静 就比如说凶手是 郭立强的口感 文听此言秦明茅测顿开 经过调查发现 郭立腹患有先天性心脏病 三个月前的慈善往会上 他还是一副病痒痒的状态 可最近却仿佛变了一个人 并且根据全室入院记录 三个月前开始 郭立强就再也没有去医院就医 看着录像里的郭立强 宝哥突然发现了异常 他在上楼梯最需要主管的时候 却没有认识 说明他是装的 这就意味着郭立强完成了移植手术 而被摘除心脏的正是郭立强 可警方并没有直接证据 然而就在这时 郭母突然病危急需输血 郭立强连忙让医生抽自己的 结果因此暴露了心脏移植的事情 郭立强的血液里发现了两种敌人 一种是他自己的 还有一种是他弟弟的 说明他确实进行了心脏移植手术 原来郭立强也是一个苦命人 行善多年却偏偏命运不济 反观郭立强是赌成性 对待病重的郭母又不小 于是郭立强盘算成 倒不如让自己活下来好好敬想 如果我死 那个不行 所以怎么对我妈 那我 那你做过的事情 告诉你的母亲妈 你下次 林涛的一番话让郭立强哑口无言 更加让他懊悔不已的事 秦明告诉郭立强 郭立强的手指是自己砍掉的 因为他早有了悔改之心 至此无头事案落下了帷幕 可秦明母胎自带柯南水星 立马又碰到了一起坟墓地案